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7月4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我跟大家聊一下俄乌局势 俄乌局势已经进入到131天 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讲话 他已经承认了说整个的卢干斯克,乌克兰的军队已经撤出了 换句话说,卢干斯克已经完全解放了 就是按照乌克兰的法律,卢干斯克他原来是乌克兰的一个州 他是有法定的边界的,就跟咱们中国一样 中国虽然说是一个省一个省的,但是省和省之间是有明确的边界的 对吧,那这个卢干斯克呀,顿念斯克呀,他也都有法定的边界的 那现在呢,就按照这个法定的边界界定的卢干斯克的领土呢 已经完全是乌克兰军队呢,失去了控制了 那在战斗当中呢,俄罗斯是来帮忙的,对不对 那拿下来之后呢,就完全交给了卢干斯克共和国的他们的武装了 现在卢干斯克呢,按照他自己啊,他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 和乌克兰是没有关系了 而且现在呢,除了俄罗斯承认了以外呢 叙利亚也承认了卢干斯克这个共和国 那乌克兰呢,因为叙利亚的这个宣布呢,还和叙利亚断交了 那现在呢,对于卢干斯克有两个国家承认他 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叙利亚 我还没有听到第三个国家啊 那么现在这个卢干斯克呢,是头一个完完整整的 整个的法定的区域呢,完全得到解放的 那下一个目标呢,就是顿涅刺客了 现在俄罗斯的军队和顿涅刺客共和国 他们当地的武装呢,又联合起来了 联合起来,已经展开了对斯拉文扬斯克的一个攻击 现在斯拉文扬斯克是由乌军占领的 还有其他的什么克拉玛托尔斯克,也是由乌军占领的 这两个城市呢,都是十万人口以上的 算是比较大的城市 那么其他呢,还有当然一些比较小一点的城市 像谢维尔斯克呀,等等 逐渐呢,我们会对这些城市的名字呢,越来越熟悉 因为会不断的听到他们的这个名字 那俄罗斯这方面的打法呢,又继续的要采用前面所使用的 使用了好几次的打法,就是三面包围 给你留一个缺口让你跑 你要是跑得早的话呢,你就能够保持你的有声力量 如果你跑得晚,等我都给你围攻了 你就没有机会了 比如说前两天,对吧 本来乌克兰呢,总指挥部是下了一个命令的 让他们撤退 结果呢,因为俄罗斯从蛇岛撤出来 那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 又犯了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毛病 以为说呢,俄罗斯是怕了他了 今天我发现呢,为什么泽连斯基呢会这么认为 因为他受了美国的误导 今天我们看到,有美国的一个媒体报道 说那个五角大楼认为啊 俄罗斯从蛇岛能够退出来 就是因为美国给乌克兰所提供的那个鱼叉导弹 击中了一个俄罗斯派去向蛇岛提供补给的一个补给船 所以呢,俄罗斯就从蛇岛上撤出来的 这个五角大楼的这么一个看法 我觉得对泽连斯基就会是一个误导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我看到好多专家呀 也不太明白,为什么五角大楼能会做这样的一个声明 明明是俄罗斯从这个蛇岛它退出呢 是有着它必然的因素 因为那个地方呢,实在是太难守了 你要在那守着的话呢 你不断的会遭到攻击,受到损失 另外呢,也没有意义 俄罗斯说呢,他的任务完成了 他确实是任务完成了 所以说呢,五角大楼啊,就误导这个泽连斯基做出来一个错误的判断 本来可以撤出来的军队 本来可以保留他的有生力量 本来就是说保全他们的那个生命 我们也不在乎你乌克兰的这个实力,对吧 但是呢,我们还是毕竟觉得说 那也都是一些活生生的人呢,对不对 如果你要早撤出的话,你就少死一些人吗 他每一天他死伤都要有五百多人呢 那今天我们还看到俄罗斯方面呢 我看到公布了两个视频 就是乌克兰的军队啊,完全是特别的被动 俄罗斯军用无人机在空中跟着看 乌克兰的那个军队呢 乌克兰的那些士兵啊,就跟蚂蚁似的 其中的一个视频里面呢,我们就看到 乌克兰的那一队军人 可能得有个十个八个人吧 就在那条路上呢,就狂跑啊 就什么都不拿了,好像就狂跑 但是呢,这就在俄罗斯直升机的那个眼皮子底下呀 果不其然,你过一会儿你就看到 俄罗斯就向那条路就发射了一个炮弹啊 那个炮弹,呜呜一下就过去 这一路都是冒着火的 那几个人肯定完了 肯定完了 还有呢,另外一个就是 在一个树林的旁边,就停着一个面包车 那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就看到了那个面包车 接着就看到呢,从树林里面就跑出来了有那么三五个这个士兵 他们就想上这个面包车 他可能是出来之后啊,他就听到了无人机的声音,他有可能 完了以后他就知道,我如果上这个面包车的话,我会被炸死 所以他们牛脸就往这个树林里面跑 又跑回了树林里面 他那个藏身的地方,应该里面有堡垒 那接着呢,俄罗斯就把他那面包车给摧毁了 那这几个人呢,估计到最后也不像 意思就是说呢,泽列斯基啊 他是误判啊 很误事的 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乌克兰是处于一个绝对的劣势 前两天的时候呢,白俄罗斯的总统就说 说他们白俄罗斯的军事目标受到了攻击 但是呢,这些导弹都被白俄罗斯拦截了 那白俄罗斯就说呢,现在我们的这些武器呢,全都指向我的敌人 如果他们胆敢来攻击我们的目标的话 我们是一定会反击的 那乌克兰的总统呢,也发话了 他说,我们没有攻击白俄罗斯的这个计划 但是呢,俄罗斯说 今天早晨的时候 俄罗斯和乌克兰就接壤交界的一个城市 受到了无人机和原点优的攻击 但是呢,这个原点优导弹都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给拦截了 拦截是拦截了,但是你拦截完了以后呢 那个碎片照样会掉下来 那掉下来之后呢,说是造成了四个平民的死亡 还有四个平民受伤 还有61个民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这个破坏呢,我估计 你要有一个碎片掉到你们家草地上 应该这个不算破坏 但是呢,你要有一个碎片掉下来 掉你们家房里,把房里打一个洞 把网都打碎了,这应该就叫破坏 对吧,对,61个民宅 应该说除了这四个人死,四个人伤以外呢 那些民宅呢,应该说不算什么大事 但是也造成了四个人死,四个人伤 这账呢,俄罗斯肯定会给他记着的 那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乌克兰方面 他们主动展示了从日本收到的设备 包括头盔,包括防弹衣 这是第一次乌克兰方面展示 来自于亚洲所支援的军事设备 就是日本 本来这个乌克兰啊 想买韩国的一个什么武器 但是韩国呢,说我不给你提供 后来加拿大就说呢,我买你的 不知道这事呢,到最后成没成 在介入西方这个阵营这里面呢 日本比韩国还更要激进一些 韩国以前呢,还算非常非常的谨慎 但是呢,就这个尹锡悦向台以后呢 头脑发热 不知所为 我看到台湾呢,很多人评论的时候呢 也都表示不解 就好像想当年澳大利亚对中国采取的那种主动的那种攻击措施一样 觉得不解,为什么呀 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其实包括日本也是 日本呢,就想借尸还魂 积极的参与到这里面 好像就觉得说呢 显得他在亚洲的这种呢,木秀鱼林 显得他在亚洲很多突出 他跟别人都不一样 他能个儿 这个俄罗斯呢,迟早会收拾这些日本的 就等着吧 日本呢,想让俄罗斯跟他交战 早晚呢,会满足你的 乌克兰这边消停消停 下一个,有可能就轮到了你日本 说到这儿呢,我还看到哈 日本有一个议员他自己说的 他说这俄罗斯啊 西边有乌克兰,东边就是北海道 说这两个呢,是俄罗斯想打仗的地方 这段时间咱们不是老说吗 说西有乌克兰,东有台湾啊 老是拿乌克兰和台湾比对吧 人家日本呢,他自己光自己身上拉 他拿乌克兰和北海道比 然后这两天呢,就借俄罗斯的舰队 出现在钓鱼岛附近 中国的舰队呢,出现在钓鱼岛附近 是同一天啊,几乎是同时 然后拿这个也大做文章 总之呢,他就是跃跃欲试 相打仗 昨天不是跟大家说了吗 普京呢,签署了一个命令 说新成立一个公司 要接收这个萨尔哈林二项目 这个项目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呢 给日本优惠的这么一个项目 和日本进行合作 日本呢,占22%的股份 然后呢,俄罗斯占50%的股份 50多一点 然后还有那个鞘牌 占27% 好,就是这么一个股份比 给日本供应液化天然气的 本来这是对日本非常利好的一件事情 而且日本首相这个岸田呀 在昨天的时候也回应这件事了 也表态了 就是呢,在密切关注这件事 说看看这件事呢 对日本,日本的企业,日本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影响 但是之前呢,我就看到 日本方面呢,我忘了是谁啊 说呢,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大不了呢,我们就去买高价 你知道吗,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和俄罗斯的这个合作项目啊 虽然说日本占股很低 但是呢,它是对日本非常有利的 不仅说是它非常需要的 而且给它的价格非常优惠 你说这日本做不做吧 非常的做对吧 说呢,日本可能要去买高价了 那你去买高价啊 只要你买得着 能买得着吗 现在欧洲呢,还非常缺气呢 欧洲现在都烧木柴了 欧洲现在都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你说啊,在面临着欧洲缺气 日本也缺气的情况下 美国会帮谁呢 对吧 这个日本也没点数了吗 你就觉得你是美国亲生的吗 还是欧洲是美国亲生的呢 还有呢,我们看到 东欧的这些国家 斯洛伐克啊,捷克啊,他们又跳出来了 尤其是斯洛伐克 他说呢,我可以给乌克兰提供 米格29啊,25的这些战斗机 但是呢,我有一个前提 我把这些战斗机提出来以后呢 美国你要给我更换成F16 美国呢,很有可能会考虑这件事情的 之前的时候,保加利亚不是也提出这个吗 美国说可以啊 这些国家呢,他也有个小舅舅 他们就想呢,趁这个机会 斯洛伐克眼瞅着 这个俄乌局势 没准什么时候就戛然而止了 所以他赶紧提出来 把我的武器库呢 给他更新换代一下 把这种老式的这个飞机呢 给他轻出去 换成美国新式的 这个如意算盘呢 是打得哗啦哗啦响 但是呢 换成美国的收拾袋的 是一个好事吗 你只要是用美国的 你就上了他的套了呀 上了他的套了 你看美国给乌克兰提供的海马斯 都不给你那个发射系统 那重要的部件不给你 给你独次导弹 标枪导弹 但是呢,不给你电池 对吧 重要的东西 不给你电池还好办一点 海马斯他不给你那发射系统 你怎么呢 你不是飞铁吗 这些F16飞机也是一样啊 我就是卡着你啊 像中国买的波音的那个飞机 好,那黑匣子找着以后呢 而解读不了 必须得拿回去 让波音来解读 到了他手里面 你就控制不了了 那他现在解读了没有啊 到现在也没有个结果 是没有结果呀 还是这个结果对你美国不利 你不告诉我呀 你完整控制不了 而且还造谣 他不给你结果 然后他造谣 告诉你说 这个是人为的 后来当人家外界追究这件事 怎么是人为的时候呢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说到美国造谣呢 今天呢 在中国 在北京举行的这个世界和平论坛上 发生了这样一个火药味十足的一幕 就是俄罗斯驻华大使叫杰尼索夫 他一个人啊 折战美国 英国 法国 三个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的围攻 三个驻华大使 在上台之前 仨人在一块 叽叽咕咕叽咕咕 商量了半天 然后呢 就上台了 一边呢 就是他们仨 然后一边呢 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大使 仨人 轮番的和这个俄罗斯大使呢 进行这个辩论 第一个发言的呢 就是美国新的这个驻华大使 伯恩斯 发言当中呢 他就发难了 说什么 俄罗斯根本就没有受到挑衅 就发动这样的军事行动 是完全违背了联合国的宪章的 造成了许多的平民伤亡 还给世界带来了粮食危机 俄罗斯就是对国际秩序的最大的威胁 就这个伯恩斯 就火力呢 非常的猛 但是呢 俄罗斯的大使也不出阵 他首先呢 非常礼貌的说 因为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节嘛 然后呢 他就说啊 虽然说呢 我完全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 但是呢 出于外交礼节 我还是祝贺大使先生和在座的所有的美国同事 国庆节快乐 然后在场呢 响起热烈的掌声 我想呢 很有可能是中国在里面带头呼张 然后呢 他就说了 美国大使说 俄罗斯没有受到挑衅 对此我就想提醒大家一下 北约在过去这些年当中的五轮扩张 还有2014年以后 俄罗斯为了推动明斯克协议做出努力 遭到了多大的阻力 然后他就说了 伯恩斯提到了平民的伤亡 可是平民伤亡啊 并非从现在才开始啊 从2014年到这次军事行动 这中间的八年啊 有多少乌冬的这个平民失去了生命啊 然后他就说 他说我想用中国毛主席的话来说 那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有他的两面性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事情的另一面吧 说我是出生在乌克兰的 我的妈妈也是乌克兰人啊 我应该是比你在座的任何一位 都是非常不想看到今天的这一幕的 我看到这一幕 我比你们任何的一位都会感到痛苦的 就是俄罗斯大使 对美国的大使的这个反尘相机 接着然后英国的那个大使啊 那个吴若兰啊就上场了 就说俄罗斯呢 扭曲信息也制造假新闻 说呢 全球粮食危机就是因为 俄罗斯封锁乌克兰的港口造成的 并不是西方对俄制裁导致的 因为俄罗斯的粮食出口 是没有被制裁的 是豁免的呀 然后呢 俄罗斯大使就说了 你口口声声的你说要实事求是 你口口声声的说 俄罗斯扭曲信息制造假新闻 西方没有制裁俄罗斯的粮食吗 这是事实吗 而且通货膨胀 美国人都承认 欧洲人也承认 在俄罗斯发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 已经就有了通货膨胀了呀 粮食危机果真粮食危机吗 真的是缺少粮食吗 乌克兰粮食的目的地 是非洲吗 还是欧洲 说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 没有任何的豁免 没有豁免任何的产品 没有豁免任何的环节啊 就连俄罗斯自己飞地的日常的用品 都卡脖子不让运输啊 最后呢就是法国的大使了 法国大使呢出来指责说 俄罗斯拒绝外交选择战争 法国对俄罗斯的斡旋无效 法国对俄罗斯哪里有什么斡旋啊 只是去命令俄罗斯而已啊 而且呢最近还发生了一件事 法国公布了说是100多个小时的录音 说马克龙呢和普京之间谈话的录音 100多个小时 这个录音呢就是普京和马克龙通话的时候 法国单方面录音 人家俄罗斯都不知道你录音了 没有经过对方的同意 然后就录音 这种事情在哪都会被唾弃 更何况还是两个国家的元首之间的一个通话 俄罗斯大使说呢 我们倒没有什么好怕人呢 当然你这种做法太下脏浪了吧 好以上呢就是俄罗斯的大使 和三个国家的大使的唇枪射箭 刚才已经说到了哈 关于加里面格勒 我跟大家呢报告一个比较确切的一个消息 这个确切的消息呢 就是我看到法广的一个报道 他说呢 说欧盟委员会啊 计划要发布一份澄清文件 允许俄罗斯恢复通过立陶宛向加里面格勒 飞地输送物资 说德国方面呢 很支持这一想法 但是呢 立陶宛方面的一些人对此并不满意 这个原因呢 我在昨天的视频里面有说过 我看到有的网友哈 就对我重复前面的视频里面的内容 可能有点意见 但是我要是在这不说呢 那有可能网友好像也没有看到 到底是为什么 我就简单的来说一下吧 我相信有的网友其实没有看到 德国反对的原因呢 就是不想让战争升级 因为你立陶宛要这么做 你把俄罗斯逼上绝境的话呢 这个战争会升级的 德国不想引火烧身 那欧盟现在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欧盟现在为什么说要进行修正呢 一来就是德国的压力 二来呢 就是也确确实实 这些物资呢 并不是说要进口到立陶宛 它是经过立陶宛 运到人家的飞地的 你要是这个不让它过呢 真的是说不过去 这不应该算在这个跨境贸易里头 这不是个贸易 所以呢 欧盟可能本周说是 要发布一个成新文件 那当然是黑心的立陶宛 当然是不干嘛 达不到目的了嘛 我就说这么多啊 关于这件事情 最后一件事我想说的呢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 说呢 现在啊 俄罗斯正在召开一个叫未来工程师的这个论坛 在这个论坛上 俄罗斯的副总理啊 他叫尤里鲍里索夫 他在这个论坛上他说 说俄罗斯正在减少与中国联合建造远程宽体飞机 C2929项目的参与度 哎我看到这个以后呢 我心里面咯噔一下怎么回事啊 难道说俄罗斯对于中国不满吗 他说呀 我们与中国在进行这个项目 他并没有朝着适合我们的方向发展 随着中国转变为工业巨头 他们对我们的服务越来越不感兴趣 我们有我们的设计局在运作 我们在中央空气流体力学研究所 有很多的经验 但是中方呢 比我方有更多的需求 我们的参与度越来越低 我不想预测这个项目的未来 以及我们是否会退出这个项目 到目前为止 项目还在进行当中 那从他这个表态来看呢 就是说呢 在宽地飞机这个事情上 和中国的合作呢 其实并不是像预计的那么多 听他的意思呢 就是中国呀 第一中国的需求 他们不能够全部满足 第二呢就是 他们可以提供的中国 好像现在也不大需要了 因为中国呢 已经是一个工业巨头了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使得俄罗斯在中国这个宽体飞机 这个项目当中 他的参与度呢 越来越低 到最后呢 有可能就会停止 和中国合作这个项目 这件事情呢 如果说你乍一看 你会觉得说 哎 俄罗斯是不是和中国会疏远了 但是呢 你仔细一看呢 并不是这样的 尤其是如果你看 其他的方面更不是这样的了 中国和俄罗斯呢 本来就建立了更加紧密的 更加宽广的一个伙伴关系 那在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 西方疯狂的 美国疯狂的 对俄罗斯进行制裁 并且给中国压力 要求中国对他进行制裁 但是中国全都挺住了 不仅仅中国顶住了 我看这次啊 中国做得非常好 中国压根就不理他们 不是顶住了 而是不理他们 那么根据报道呢 我们会看到 在这段时间当中 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联系啊 更紧密了 联系紧密呢 首先在第一方面就是 中国的手机 说今年上半年 中国品牌的智能手机 在俄罗斯手机销量排行榜当中 名列前茅 我中国现在手机怎么这么多品牌啊 说其中就包括一个realme 这个叫真我 我从来没听说过 还有一个vivo 这个我知道 小米我也知道 还有一个tecno 我也没听说 还有一个infinix 还有一个itel 还有一个诺基亚 这个诺基亚 是中国版本的诺基亚 就是诺基亚呢 他已经授权了中国的生产权 在俄罗斯的诺基亚呢 就是中国版的诺基亚 说其中像小米啊 realme 就是真我 还有infinix 还有tecno 这几种呢 它的增长率都超过了百分百 百分百就是一倍了 增长一倍 翻倍 那其中呢 真我 比如说真我啊 在去年的时候 同期是49.8万部 那今年呢 就是110万部 这不是翻倍吗 说是那个 tecno那个手机的销量啊 比去年翻了20多倍 还有duji 增加了五倍 还有digma 增加了七倍 全都增加了很多 另外呢 还有汽车 现在俄罗斯市场上卖的汽车 差不多都是中国汽车 那还有前一段时间呢 我们看到 在黑河那个地方呢 新修了一个跨河大桥 这个大桥修好了以后 让两国呢 在那个地区的贸易量会大增 而且呢 就全年可以进行贸易 还有呢 就是为了配合 汽车零部件出口到俄罗斯 还在中国的隋分和市 建了一个中俄汽车配件出口基地 还有呢 中国和俄罗斯 在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中旬的时候 还联手要修建高铁 这个高铁呢 是从中国走这个西线的 经过哈萨克斯坦 然后到俄罗斯 现在呢 这条线上啊 也有普通的铁路 说这个普通的铁路 现在呀 从头到尾啊 单次耗时就要127个小时 总路程呢 达到了8000公里 但是它的价格呢 是非常亲民的 就是太耗时了 那现在呢 就要修建这个高铁啊 高铁都修好了以后呢 就会节约三分之二的时间 但是呢 这个投资也是很高的呀 整条铁路就需要投资 1.5万亿 那我不知道是美元还是人民币 他说 相当于美公里 0.33亿美元 说这样的项目呢 也就是中国能做 这个项目 如果让其他国家来做的话 这个成本可高了去了 也就是中国 然后我们再结合 这一次的金砖峰会 中国和俄罗斯的这种合作关系呢 是坚弱磐石的 我们从C2929的这件事情来看呢 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 中国的实力啊 中国造这大飞机 可能就不需要俄罗斯的帮忙 自己就能造 没准当初呢 和俄罗斯联合呀 一个是呢 当时可能需要俄罗斯吧 另外也没准是给俄罗斯个面子 反正现在俄罗斯自己就发现了 中国不需要呢 好 我再跟大家说哈 我刚刚看到的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有点让我费解 这个新闻是中央电视台新闻客户端报道 所以它肯定不是假新闻 说美国在叙利亚驻军展开军事行动 导致两名当地居民死亡 详细的呢 是这样的 说据叙利亚通讯社消息 当地时间7月4日凌晨 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在戴尔佐尔省东北部乡村 阿勒扎尔展开直升机空降行动 其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族军使用火炮配合了此次的行动 该行动导致两名当地居民死亡 说美国在叙利亚的驻军频繁的同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族军联合对叙利亚 拉卡 戴尔佐尔 哈塞克等省份乡村的居民区展开军事行动 造成当地居民的恐慌 诶 这件事情为什么所有的媒体都哑巴了 怎么不来谴责美国呀 美国人权呢 为什么对人家当地的居民下手啊 造成了人家死亡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呢 我感觉这个是不是美国做给托尔奇看的呀 因为明天7月5号啊 北约就要签署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的那个 一想书了 美国做这件事情呢 可能要警告托尔奇 给托尔奇压力杠人说 我是可以和库尔德人进行合作的 因为前一阵托尔奇不是还进入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去灭这些库尔德人吗 现在美国又和这库尔德人联合起来进行这种军事活动 而且针对平民 这个挺有意思的 7月5号咱们看他们起床以后 就这个加入北约的这个 到最后能不能签了 托尔奇签不签 这个视频呢就跟您说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